上海滩安徽出现三例H7N9禽流感病例 其中两名上海患者经过抢救之后无效死亡 由于其中一人生前是猪肉摊贩 加上上海黄浦江面金线万头死猪 有人就怀疑病毒和猪是有关系的 世维组织就表示这可能只是巧合 目前病毒还没有人传人的迹象 不过需要密切关注 看上去有点像水雷 又有点像蒲公英的 就是在中国大陆造成两死一病危的 新型禽流感病毒株H7N9 感染之后会出现高烧38度以上 咳嗽 流鼻涕甚至会恶化成肺炎 造成呼吸困难 由于一名感染去世的患者生前是猪肉摊贩 另一患者的两个儿子也出现疑似症状 引发传染担忧 加上最近上海江面赫然出现 一万多头死因不明的猪 人们议论纷纷 怀疑死猪是否已经造成禽流感人传人 世卫组织驻中国代表蓝瑞明表示 禽流感与猪无关 目前还没有看到人传人案例 不过 蓝瑞明也表示 对于这个新型禽流感病毒不能轻视 还需要密切的关注 因为难以保证病毒不会发生变异 从而产生传染性 新唐人记者周琦 综合报道